第13題M代表物體質量R代表距離下列有關兩物體間萬有引力大小何者正確 我們知道萬有引力的大小跟質量乘機乘正比距離平方乘反比 我們現在以甲當作標準一個質量乘一個質量乘一個距離平方那麼答案就是1 那麼同理那麼已就變成一個質量乘一個質量 但是呢距離只有一半是二分之一平方要反比所以會變成4 那麼丙呢就會變成兩個質量乘一個質量距離變成兩倍的平方會變成二分之一 那麼丁呢就會變成兩個質量乘兩個質量距離就是一的平方 所以答案是4所以我們就發現呢已跟丁兩個的萬有引力大小是一樣的 所以第13題問我們下列有關兩物體間萬有引力大小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豬以等於丁 我們下列有是8事條件或嚴重